新闻最后朝鲜指责韩国傲慢的阻挠 导致了双方数年来的首次高层会谈被取消 这次会谈原定于星期三在首尔举行 由于双方在代表团团长人选的级别问题上存在分歧 会谈在最后一刻被取消 韩国本来希望平壤派遣作为领导人金正恩亲密助手的一名劳动党官员担任代表团团长 首尔对平壤方面的安排做出了回应 拒绝提升本方代表团团长的级别 随后平壤退出了会谈计划 并说首尔的举动是一种侮辱